微星我今年还没开箱过 在我的认知中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小众的品牌了 靠做小众群体小圈子 或者说做差异化 品牌力呢谈不上 产品力呢更是没有 量做不上来 模具的成本就摊薄不掉 而且模具的更新也差 新模具呢就贵 希望用户去买单它的模具成本 老模具呢便宜 但是它毕竟是老模具啊 今天这个机器呢 是i714700HX加4060的显卡 表现本身呢其实不重要 更多看看这个机器模具本身怎么样 屏啊噪音啊键盘啊厚度啊重量啊 等等等等 京东的618价格是7999 我从渠道里订的价格会便宜一点点 机器呢是我自己掏钱买的不是广告 不是掐饭 不是厂家充值的喉舌 喉舌就是厂家充值我给我钱 按照他们的说法去说 那种所谓的评测就是广告 有什么搞不懂的呢 一般来说像我这样体量的 会在5万块钱到10万块钱不等一期 厂家会要求把画面做的更好一点 数据根本不重要 他们会给但是我不是 我是异类 同时我也认为批评的声音你们根本就听不到 但对于你们的帮助会更大更大 包装箱第一感觉是重 里面还一层箱子传统的小武功 机器上手第一瞬间就是厚重 面面纤灰色金属 这是一个logo 这是什么一个花纹 抓着绘流水印 一颗很繁复的造型 不够简洁 这是一个B机身的厚度 机器右侧锁孔出风口 A口 尖尔迈口 机器背后两个出风口 电源 网口 HDMI A口 左边一个C口 一个A口 出风口 一共是4个USB口 骗少了一点 这种尺寸的机器 5个打底 6个优秀 脚垫在桌面阻力感非常好 粘住一样 单手开合没问题 屏是三面窄边框 底部两指 屏的开合角度 机身的刚性很好 它这个纯纯的黑色还是比较扬眼的 小线板的布局比较怪 回车键在下面这个位置 方向键两个回车键 加减号也是移到这个位置 而不是在侧面 电源键和旁边的手感几乎一样 键盘的手感有韧性还行 触摸板小 而且手感有点散 电源适比器240瓦 圆口 740克 2610克 你们说重不重吧 我说的都是经验之谈 我为什么现在很不喜欢拯救者的9000系列 就是因为很重 笔记本是一定有移动属性的 超过2400克 感受都非常 键盘的光效可以自己设置 纯色彩色循环等等 等等各种 i714700HX是8个大核12个小核 28个线程 三级缓存33兆 二级缓存28兆 CPU的规格很高 但越高的规格 越考验机器的供电和散热 内存是海力士的16G的5600单条 硬盘是悉数的SN5601T 五线网卡是英特尔的X211 4060的显卡是140瓦 主板的BIOS版本是2月20号的 PL12都是250瓦 这块屏是奇美 是2022年35周生产 16寸的2560×1600的分辨率 就16比10的比例 240赫兹的刷清率 有独显之连 这一套配置基本没问题 全程会放在狂暴模式和独显之连上 CPU最重要的跑分是223多核10分钟 只有1950 这个跑分完全不对 太低了 同样的CPU在拯救者上高20% 就算是i7 1460HX还高10.7% AMD的8845H只是低10% AMD的R9高67%高很多 台式机的i7高82% 单核的跑分 还可以2070 笔记本的i9高6.7% AMD的8845H低14.4% CPU的全部跑分低的不正常 像是那种有问题的低了 我再重复一遍 新的模式是狂暴模式 这里面有一个小齿能 点进来以后 GPU不动 风扇转速是自动 连续跑30浪R15 表现倒是很好 最大值3157 最小值3110 差值是46 这个差值约等于就是一条直线了 死马当作火马1电源模式是最佳性能 我现在改成平衡 再来跑一下R23的10分钟 居然真的提高了几百分 但距离人家同样的CPU 还是差了一大截 不过原则上还是要放在最佳性的 后面还是放这个模式来跑 内存和缓存没问题 新版路达是169万总分 显卡41万 CPU86万 老版路达是82万总分 CPU29万9 3DMark显卡的跑分是10946 很正常的跑分 跑分的时候显卡频率是2.685G 也还可以 微星自家的4060低1% 这种差异倒也无所谓 翼龙的同样4060高4.5% 天选的4070高15.3% 台式机的7700插体高很多高57% 7800插体高更多高78% 硬盘的跑分没问题的 工业软件测试 跑完了做了横笔的表格 算是一个正常表现 格式工厂转换视频的时间 这里看得到的是CPU的性能 107秒完成速度非常差 AMD的R7只慢2秒钟 拯救者同样的CPU快17.7% 天选的R9快29% 台式机的I7快44% 剪映剪辑视频 CPU占用百分之十几 显卡占用百分百 36秒完成 正常速度 台式机的4080S快一倍 AI绘图100个图 4分14秒49完成 这个速度比快的也没慢很多 4060的翼龙是快4.7% 笔记本的4070快20% 笔记本的4080快40% 台式机的4070快一倍 台式机的4080S快一倍多 台式机的4090D快一倍多很多 一万多行电子表格转换字体 这个好歹速度应该不会差的 英特尔的优势 一点几几的速度到底什么意思 速度非常莫名其妙 它一阵一阵的 那现在是狂暴模式 一直都是狂暴模式 非常慢 已经两分多钟了 你们应该用过电子表格的 这个时候是不能动的 动的话就会无响应 那就得必须等它等它 已经四分多钟了 有这个时间很多人已经出去抽根烟 泡杯茶 上个厕所 问题是你根本不知道 它怎么满这么长时间 你以为转瞬就好 但现在已经五分多钟了 已经六分多钟了 我不想等了 其他机器一般是四五十秒 我现在点它这个主界面是死的 死的死的 点了没有用 插也插不掉 现在只能在任务管理器把它给插掉 我现在重启 如果这种事情在AMD身上 那就会有人说是AMD CPU有问题 开始烤机单烤CPU 刚开始79瓦 非常奇怪它为什么这么弱 明明是狂暴模式 电源模式也是最佳性的 噪音很小 怀疑它根本没正常发挥 我改成均衡模式 只有70瓦左右了 不行 又点到AI智能引擎上不行 还是只有70瓦左右 回到狂暴模式 现在是80瓦 电源改成平衡 还是在80瓦上下一点 我再试试看不用散热指甲 平放的桌面上会不会好一点 不行 还是80瓦左右 这些表现就很扯淡 完全看不懂 37分钟 一直保持在这样大小和频率3.1和2.6G 开始双烤CPU继续降了 环境温度24.9度 人的位置噪音58.7分贝 机身上61.9分贝 插线板上223瓦 已经烤机很久了 CPU在40瓦左右 2.0G和1.8G的大小和频率 温度不高73度 显卡是2.4G左右76度 显存的温度72度到76度 不一定了 噪音的频谱声音偏尖细 单烤显卡在2.45G左右的频率 140瓦烤机的热成效 机器内部挺有意思的 纵横交错的 一共5条热管 三出两系 这个散热 其实按说可以给点性能 结果很残弱 4个出风口 两个风扇 这是主硬盘位置 还有一个重盘 都是2280的 这种扬声器 一般效果不会很好 这是无线网卡 主板的芯片组覆盖了散热 电池还可以90瓦时 这是插拔针内存的插槽 有两个插了一条内存 机器内部丑一点 扬声器差一点 其他都还好 D客没有借用来给硬盘散热 屏是不错的 再看一下屏幕亮度 574 498 526 515 572 498 569 538 533 摄像头和麦克风的效果 开始跑游戏 这里是看所有的机器 在同样的设置下 帧数的差异 不是帮你看这个机器 跑某一个游戏是多少帧 顺便看一下这个机器 跑游戏的时候 温度和频率 这是刺客青条英灵电 2K的最高画质 74帧 机器有点吵 而且刺耳的吵 翼龙同样的4060 高5.4% 天选的4070 高15% 台式机的7700XT高39% 7800XT高68%高很多 古墓丽影的2K的最高画质 97帧 谈不上差 因为没低很多 翼龙的4060高4% 天选的4070高14.4% 台式机的7700XT高36% 7800XT高64% CS21080P最低画质 阴影最高 289.4帧 这个帧数在好与不好之间 同样的4060有低34%的 也有高19%的台式机的7700XT高29% 7800XT加上5700X3D的CPU高54% 你们看我这么多年了开枪了这么多机器 一般来说性能的高低一定是有取舍的 比如我追求一个极致的性能发挥 那么就草一点厚重一点 追求轻薄的话 那性能就让位一点 这很正常 对不对 懂吧 就在设计之初这个机器一定是有定位规划和取舍的 那么这个机器我在过程中已经反复跟你们表达了 看不懂 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这么厚重 同时性能又低 它到底什么意思 那就像之前讲的 又鸡肉饭又焦滴滴 显卡的表现没问题 另外说一下 4060已经不是什么有拉力的产品了 而是会有人冲着i714700HX 这个CPU去买它 别家同款的CPU比你强20%左右 这就相当于你去买两斤肉 结果别人扣你撕两秤 这是什么行为 CPU的多核跑分 我跑的最高一次是20354 没有打过上一代的i713650HX 也没打过它自家的i713700HX 也是上一代的CPU 你们可能不知道 芯片厂家对整机厂家 N-1的机器也会额外给钱 讲白了就上一代更便宜 所以国外那么多上一代机器在卖 国内比较卷 那么这个机器CPU比上一代更差 有没有比上代更便宜吗 没有 那谁买单呢 又或者说用户给你7999 你性能没给够 你要不要给用户退钱呢 我再换个说法 这个机器如果是两公斤出头 那么你性能差一点 我是不会有任何话说的 结果你是2600多克 所以就很鬼扯 然后又有人说微星的屏差 这个没有 这块屏很好 然后噪音 噪音的并不大 但是比较尖细 入耳难听 然后是软件层面 一般来说 我不会讲机器的软件 这个机器有多次的关不了机和无响音 就经验来看 一定不是硬件问题 但大概率和你预装的软件是有关系的 我个人觉得小宗的品牌 已经没必要在这个红海里面去厮杀了 太卷 你也没有毛利 你又没有足够的当量 不足以支撑你去迭代更新研发 然后就做出来这么一个厚重 莫名其妙定位的机器 损的是你自己的口碑 当然绝大多数用户根本就不懂 而且所谓的评测 大多数也都是广告而已 好机器整体的 第一个CPU比较差表现 第二个噪音比较难听 第三个相对比较厚重 其他都还可以 然后价格7999 你也不能说他贵 反正就不便宜就是了 我刚才这些感慨 更多是对这类品牌 而不是对这台机器 最后的开箱机折价就6999会随机的时间 上架的我们的网店 我们的网店是在淘宝的首页 说中正评测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公众号才是我们的大本营 是在微信里面说中文的中正电脑 不是中正评测 不是中正测评 都不是我们是中正电脑就这样 拜拜